深夜,独居的女人有些忐忑不安,一声尽雷闪过 第二天一早,警方赶到了现场 这已经是近期发生的第三起独居女人监视案 死者叫做阿美,她先是被凶手中击了三下脑袋 随后又被逼着喝下了安眠药 但受害者神志不清后,对她实施了侵犯 最后再将女人活活勒死 凶手的作案手法令人发指 就连莎拉也忍不住爆粗口 尽管她的手段一次比一次残忍 但是每次作案的方式都大同小异 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甚至还用吸尘器打扫了现场 不过这次却有例外 因为警方在床上发现了一根头发 由于是连环奸杀案 为了能够尽快破案 治安官申请让FBI介入这起案子 都说关带及压死人 FBI从来就看不起小小的见证科 尽管老季不愿意 可她也左右不了长官的决定 一位叫做吉尔的保安来到现场 她负责这一片的安保 据保安回忆 昨晚案发时 她看见一个人影从死者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并且她的车还在附近发生了爆胎 由于人影跑得太快 保安也记不清她的相貌 老季觉得这条线索毫无用处 她毫不客气拒绝了保安的帮助 法医做了尸检 与前几位死者一样 凶手现实重击死者的头部 随后逼着她喝下了安眠药 接着残忍折磨了死者六个小时 死者身上到处都是被殴打的瘀伤 还使用工具对死者造成了严重的内伤 法医在死者的子宫内壁 找到了一小块塑料 有了这条线索 尼克决定重返宣案现场 找找看有没有类似的塑料工具 老季叮嘱尼克 标志性凶手常常会回到作案现场 一定要注意 现场是否有可疑人员 另外法医还在死者的口腔 找到了一根毛巾的纤维 这是其他两位死者身上没有的 凶手曾用毛巾塞住了死者的嘴 不让他发出身影 这是一个高智商杀手 除非被抓住 不然他还会继续作案 另一边的C姐 化验了凶手留在死者体内的DNA 令人疑惑的是 样本中竟有一些红色的不明物质 这是C姐见过最怪异的样本 因为这些物质不是鲜血 莎拉那边也有了新的消息 她观察了凶案现场留下的头发 一般遭遇侵犯的女性一定会激烈反抗 抓下死者带着毛囊的头发 然而这些头发却没有毛囊 这代表凶手作案前曾剃过头发 没有毛囊的头发是无法提取到DNA的 这使得案件陷入了死胡同 FBI再次搅局 反正老子关大一击压死人 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 那就是他们对比了三位女死者 发现她们都是年轻 皮肤浅黑的高个女性 恰好莎拉就很符合凶手的口味 于是她提议 让莎拉做幼儿 看看能不能把凶手掉出来 老基肯定不会同意 毕竟再过几季 莎拉可是要做她老婆的 可莎拉却答应了这条方案 老基也只能硬着头皮配合 于是莎拉来到了三个死者都曾去过的超市 她特意打扮性感 在超市里晃啊晃 这一晃还真的吸引到了一位猥琐男 猥琐男主动和莎拉搭话 还偷偷将手伸进了莎拉的包 门外的警方当机行动 将猥琐男抓个正着 哪知道这货只是个小偷 她只是想偷莎拉的钱包罢了 猥琐男也吓懵了 现在连偷东西也归FBI管了嘛 这时候 警方再次接到电话 不远处的酒店里 又发生了同款凶案 同样是身材高挑的女人 同样是被迫喝下了大量安眠药 在遭遇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之后被勒死 一旁是死者伤心一绝的丈夫 她自称正在楼下打牌 上楼后就发现了妻子的尸体 然而这次老基却发现不太对劲 前几次凶案都是发生在家里 这次却是在酒店 并且折磨死者的工具 也从塑料制品被换成了皮革制品 连环杀手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作案手法 所以这是一起低质的模仿作案 死者的丈夫喜欢赌博 还喜欢打高尔夫 老基拿来了丈夫的球杆 确认死者子宫里的皮革 这是球杆手柄上的包裹物 这些球杆都被锁在丈夫的车里 钥匙只有一把 配都配不来的那种 钥匙只有一把的 配都配不来的 没有的 配不配就来的 是丈夫在新闻上 看到了连环牵判案的新闻 于是模仿凶手的作案手法杀了妻子 这是什么仇什么怨 居然这么折磨自己的枕边人 即便是证据不足 可FBI仍然打算把前几起凶案 都架获在丈夫身上 这么爱模仿 这次就让你一次装个够 FBI并不在乎 真正的凶手正在逍遥法外 他们只想早点结案 好结束居民的恐慌 FBI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他们已经抓到了连环杀手 好事的记者 采访了现场的老季 老季不苟言笑 他直接戳破了FBI的谎言 丈夫只杀害了妻子 其他三个女人被杀时 他并没有做案时间 真凶还在逍遥法外 这番言论一出 现场直接就炸了 这也让治安官非常的不满 这会还打算竞选州长 老季这么一搞 简直就是火中送炭 雪上加霜 治安官一气之下 就将他踢出了调查队伍 即便是如此 老季依然对案件念念不忘 没有了老季 想要抓到真凶更是难上加难 好在组员们都支持他 他们将办公地点 搬到了老季的家里 记住小哥告诉C姐 他仔细化验了 凶手小蝌蚪中的红色物质 居然是一些番茄酱 凶手就是这么变态 居然在三名死者的体内 都塞入了番茄酱 庆幸的是 番茄酱并不能掩盖DNA 经过比对 DNA来自于一位前科犯 这位前科犯是个变态 没事就喜欢在大街上 路个内啥不韦 小哥一脸忠于过度的样子 虚不受补 小哥没有作案时间 不过为了贴补家用 他经常会去黑市上 贩卖自己的小蝌蚪 一个月大概要卖个十次 并且买卖双方都是匿名交易 他也不知道是谁买了自己的小蝌蚪 凶手不但变态 还非常的狡猾 他故意在现场留下了 没有毛囊的头发 还留下了别人的DNA 扰乱警方的视线 所有证据都是凶手故意留下的 唯独现场的毛巾纤维 不像是特异 凶手每次作案时 都会自带毛巾 作案后又将毛巾带走 老基曾分析 这种标志性杀手没有自尊 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他们经常会去健身房锻炼 消磨时光 健身房会提供类似的毛巾 于是大黑和沙拉 走访了附近的健身房 终于找到了三位死者的共同处 那就是他们 都是同一家健身房的会员 恰好此时 尼克那边也传来消息 还记得开头出现的保安码 他曾主动向警方提供了线索 表示案发当晚 他看见凶手逃走时 在附近发生了爆胎 爆胎会在现场留下特殊的轮胎痕迹 可是尼克检查了附近的马路 现场压根就没有任何爆胎的痕迹 保安在撒谎 根据犯罪心理 杀手通常会在作案后回到现场 有的高智商杀手 甚至还会主动要求协助警方 很明显 这个保安不对劲 由于已经被停职 老基没有召集帮手 而是一个人寻着地址 来到了保安的公寓 他的桌上摆放着各种剃毛工具 像是润滑剂 剪刀和剃刀 这会为了不在现场留下证据 居然剃光了自己的毛发 老基又翻找了他的垃圾桶 果不其然 这里有很多被用过的番茄酱 保安正在地下室的洗衣房 清洗作案后的毛巾 老基没有呼叫支援 因为凶手是如此狡猾 等支援赶到 怕是他已经清除了所有证据 凶手早在新闻上了解过老基的能力 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隐瞒下去 你看他一头乌黑的秀发 诶 是假的 只是老基不明白 凶手如此谨慎 为什么肩偏要用戒身房的毛巾做案 原来他认为 毛巾线为不像指纹和DNA那样好追查 可他却忽视了 任何东西只要被使用过 就会留下主人的痕迹 这便是著名的罗卡定律 当然凶手虽然狡猾 却没有想象中的谨慎 毕竟他相信 在金字里加入番茄酱 能够破坏DNA 可见他也没有聪明到哪去 这些证据已经足够将他定罪 事已至此 凶手勤急之下竟想杀了老基灭口 危急时刻 C杰赶到救了老基一命 原来老基出门前正在与尼克通话 提到了保安撒谎的消息 组员们联系不上老基 便猜到他正在保安的公寓 凶手被击毙 自负的FBI捡到了一个大便宜 讽刺的是 治安官在记者会上将功劳都给了FBI 对老基的小组只字不提 当然小组也不在乎这些毫无意义的公为 按照惯例 组员们会在一起聚个餐 他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他们担负着相同的使命 人会撒谎 但是证据不会 到此 犯罪现场调查第一季结束 本集小知识 一 一般凶案发生后 警方很少会公布凶手的作案细节 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模仿作案的可能性 无论是震惊世界的华城杀人案 还是开堂手捷克后的大量模仿作案 都致命了这个观点 二 有少数罪犯会在作案后重返现场 有的是为了清理证据 有的是为了观察警方侦查 从而推测警方的下一步行动 还有一种是像片中的连环杀手 他们有自恋型的偏执人格 企图从群众的恐慌 和警方的反应中获得满足感 三 在犯罪现场中 嫌疑人必然会带走一些东西 也会留下一些东西 也就是说 现场一定会留下罪犯的微量痕迹 这便是著名的罗卡定律 高分犯罪剧《白夜追凶》中 也曾提到过这条理论 最后故事里还有一个小bug 那就是凶手没有替眉毛 连续作案三起 受害者必定会挣扎反抗 就这样都没有扯下一个眉毛 不应该啊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支持